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联想到 老板其实很喜欢 很想知道说 对你说 现在这个 今年的利润 对不对 好 2020年的利润是上涨 对吧 那下一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在 像说故事一样 在做分析 我希望你养成的 就是这样子 一个合逻辑的分析观念 我下一步 当然就是要分析什么 老板 我们有跟去年比 我们2020年是利润成长 而且在几月份是成长 几月份是下降 对不对 这个就好像在说故事一样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同期比较 当然我现在讲的是BI 那如果说你有机会 来我们阳明交通大学 那我可能就会跟你讲说 这个分析就是我们要去研究 人类疾病的问题 那那个疾病的那个逻辑 其实在说故事这上面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通的 好 那你这边你可能你现在要想 为什么孙老师第二张图是要交同期比较 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 2020年我们是不是有上涨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希望 会希望什么呢 会希望就是去说明2020年跟2019年 各月之间的比较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针对这张表 我希望说 因为你是要给别人看 那你又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 在美工上面 你干脆直接用这个 这张枢纽分析图设计 设计 好 设计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好 你看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对不对 不管哪一个 都比你不做任何格式来得好 您说 是不是 我们就点例如说这一个 我点这一个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来定 另外一个 好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总比这个不设定来得好 例如说 你看像这张图 我稍微把它做一下 这个格式的应用 对不对 好 是不是就有点与众不同 可以吗 尽可能的是要让老板去看这些图 好 这些图 尤其 只要给他们有这种观念 就是说 他比他大 然后 他的值是多少 就可以了 好 看重点 那 我们接下来 同期比较做出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